好 來看看中華隊 今天李學齡又回到了先發名單 昨天雖然登陸 但是學齡得到了一天的休息 因為前天跟菲律賓的比賽打得相當的激烈 他搭配的當然還是老陣容 呂正如 林智傑 田磊 以及戴維斯 外圍掩護林智傑 距離三分線 還有兩步 4-3-S 因為櫻木他並沒有背框 太多的單打腳步 林智傑的球被點掉 不過李學齡再撿到 而且 林智傑有沒有碰框呢 目前還是Shakla剩下4秒鐘 回到了林智傑手上 林智傑炸裂 日本隊其實這一屆陣容 比較大的弱點可能在進去裡面 因為Sean Hinckley 他的能力 進去的能力 其實跟櫻木是有一段差距的 對 他基本上保護籃板的能力比較強 我們看到 林智傑個人oneoneone的技巧 我只能說真的算是亞洲第一 而且他也秀了一下 對 好像在街頭打籃球 對 好像在街頭打籃球 搞得對手有點一愣一愣的 陳智傑的突分 這樣的一個區域的變換防守 希望中華隊能夠及早適應 林智傑的步伐跨得真的相當大 填臉下去休息 今天在第一節得到2分 不過跟他對位的足內拿下了5分 在整個他現在上半場的表現 我們可以看到他自己進攻得分的欲望 並不是很多 都是以側硬為主 所以其實像Defus一個人就可以守住了 因為個人能力不強的話 他們只能用團隊的一個打法來爭取勝利 林智傑 這兩步走得讓大家有點目眩神迷 中華隊不能掉以輕心 雖然過去這段時間打日本隊很有心得 林智傑送給了田磊 狹獸連線 這是一個wide open的投籃 推到林智傑手上 周恩鼎幫他做掩護中距離 林智傑沒有投一點客氣 纏得有點驚險 兩名防守球員 鋪上來林智傑 來了一個進去 三百六十度轉神 抓到領先了 所以瀟灑的林智傑今天的球鋒 是非常的奔放的 櫻井還剩下5秒鐘 櫻井很難過人 在林智傑面前球掉了 非常棒的一個 範場的搶手之後造成轉換快攻 而且製造對方的一個犯規 常常在一些 可能不必要犯規的時候 自己也犯上規 所以他上來替補櫻木 其實時間不長 但是已經示範了 林智傑 第四季還沒有得分的野獸 切到進去裡面 運用他的步伐 M1 Triple Play 林智傑 我們不斷的提到他的名字 還有他的綽號野獸 在關鍵時刻 台灣的隊長 還是發揮了他的功效 這樣的一個切入破壞力 正是中華隊需要的 我們看到在這 做了一個變數之後呢 這又是一個一打三 這個橫向Ginoboli的跨步 好的手感把球給拋進 加法林智傑也拿下了 他得到16分 我找到這 對 我找到兩個角色 我找到他 我找到一個關鍵 不是 那一個人 就會找到一種 就算了 他送到一個場地 你應該描述